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美国南部大学联盟的认证 也就是SACCOC的认证 CIU也拥有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也就是CHIA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的认证 CIU开始从本科到博士多个学位课程 CIU同时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被列入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的名单 2022年 CIU成立了KIFA学院 The KIFA Institute KIFA学院 The KIFA一词 是GIFA也就是CIFAS的亚兰文的形式 其原意为磐石 我们使用这个名字 是希望我们的毕业生 将来能够成为转化社区的兼顾的基石 该学院的主要功能 是整合本校已有的国际项目 在行政上统一管理 并进一步优化发展 协同运作 CIU过去100年所累积的认证资格 全部延伸并覆盖到 KIFA学院的所有学位 也就是说 学生在KIFA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和留学到校本部英文课程 学习所获得的学位 是完全一样的 KIFA学院所秉持的是 全人教育的理念 具体而言 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真理教育 也就是veritas 这是世界观 价值观 和信仰层面的教育 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 第二是品格教育 也就是virtual education 这个层面培养学生 在道德、审美 及常识方面的高尚的品位 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第三个层面是专业的素养 也就是追求专业知识 和技能方面的卓越 KIFA致力于邀请 行业内的优秀的师资 把学生培养为 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翘楚 总而言之 KIFA所提供的是 以追求真理为根基的 博雅教育 同时追求在专业方面的卓越 KIFA学员的理念 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组织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 以受众可以承受的学费 发放给符合录取条件的学员 主要针对的是全球资源 相对匮乏的地区 通过扎实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道德公益素养的栽培 鼓励学员 扎根社区 服务社区 进而转化社区 我们真诚 欢迎海内外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同来参与 本项目的教学与建设 本项目目前正在 招收客座教授和助教 欢迎学有专长的朋友们 来申请 KIPA学院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 包括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在2023年的秋季 将开设MA in Cybersecurity 也就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硕士 并在2024年的秋季 KIPA学院将启动 本科项目的建设 本科项目所包含的专业 有心理学 商学 计算机 教育学等等 KIPA学院的教学 有以下特色 首先 我们使用的是中文教学 让大家在学习中 没有语言的障碍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申请制 不需要联考 当然我们也有严格的 申请入学的标准 我们致力于 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的质量 非常的优秀 但是价格相对便宜 也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们所有线上线下的学位 都具有权威的认证 毕与后可以获得 与美国校本部就读 同样认证的学位 我们采用 线上线下教学的方式 时间相对灵活 工作学习两不误 在课程发放的形式方面 采用录播课和教授 面对面相互结合 互动性很强 教授一般每周都跟学生 通过Teams 或者Zoom视频 与学生互动 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项目里面所有的课程 这些任何老师 都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其中不少是终身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我们拥有在线的课程讨论 目的是建立教授 与学生之间有效的互动 我们有录播的视频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概念 理论 方法和模型 我们有丰富的阅读的资料 让学生接触前沿的案例 理论和观点等等 我们也有各种的课程的作业 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帮助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 有效结合 我们也有学生之间的 在线讨论互动 提供同学和老师 随时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KIFA学员的 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本项目的学员 在完成所有课程之后 将获得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Master of Arts in Counseling 本项目正在寻求IRCEP 也就是International Registry of Counseling or Education Programs 国际心理咨询培训项目的认证 此外 我们也与美国纽约的 Albert Alice Institute合作 选修该证书项目的学员 可以获得AEI 也就是爱丽丝研究所的 所颁发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证书 本项目毕业的学员 将掌握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的咨询技能 适合在各种心理咨询单位 比如学校 医疗机构等等 进行个人辅导 婚姻辅导 儿童及青少年辅导 并对上瘾问题 创伤问题 等多种需求进行治疗 2023年秋季 KIFA学院全新推出 网络安全管理硕士 也就是MA in Cybersecurity 欢迎拥有相关基础知识的人 来申请报名 这些相关的领域 包括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信息工程 电器工程 或其他相关学科 本项目开放少量的名额 给非技术领域专业的申请人 只要你不为电脑操作 有专心学习 接受训练的心智 都可以来申请 整体学费 大概6万人民币左右 当你获得相关的 网络安全认证之后 就可以在世界各地 寻找工作 我们希望KIFA学院 培训出来的 网络安全管理的学生 不仅仅装备最先进的 网络安全知识技术 还有一个基于真理的 健全的三观 为这个混沌的世界 诸如一股清流 学生们除了学习三门 哲学思辨课之外 在专业课程中 将会学习到 计算机网络 作业系统 资料库 计算机结构 自动化网络安全防护 如何制造密码 进行加密 等相关的知识 学生还会学到 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 以及各种的伦理法规 必法学院的工商管理所师 也就是MBA 我们这个项目的老师 都是在北美 澳洲 英国等地的商学院教书 其中很多是 Tenu Track 也就是终身教职的老师 这些老师非常难以请到 但是他们都愿意 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任教 并且很多是义务的 或者只零售很微薄的薪酬 原因是他们心里怀着 跟我们一样的 优质高等教育 平民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拥有很高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师资的阵容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在保障 高质量师资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在教学方面 在学费方面 也是平民化的 就是用社会普通民众 所能承受的价格 来发放高品质的教育 上次我们请到 原来在香港大学商学院任院长的张介教授 他在给我们办讲座的时候提到 说他在香港大学任职的时候 曾经跟伦敦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 联合开放过一个EMBA的项目 要拿到这个学位 大概要花120万港币左右 而我们KIFA学院的MBA项目 所有的学费加起来大概是在6万人民币左右 相比之下 我们的学费大概是他们的15到20分之一 但是学生们所领受的教育的品质 学位的含金量 其实都是类似的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学生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样高的品质 这样低的学费 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的学费 已经被资助人吸收垫付了 我们的捐助人和基金会 跟KIFA学院有着同样的服务社会的理念 我们在办这个项目的时候 盼望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能够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大家从这个全员来领受恩典 我们也盼望我们将来的毕业生 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感恩的方式之一就是回报社会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学有所成 记得母校 记得这个项目 回馈给学弟学妹们 资助这个项目 帮助我们一起来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的回馈机制 KIFA学院所盼望的是 大家不仅仅来这里拿一个学位 更是在人生的设计规划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的方面 我们结成一个团队 携手共情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的联系的方式 欢迎学子们前来报读 CIU KIFA学院的各个专业 并以各种的方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谢谢大家 这位家人 晚上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我是北京伊宁医院 胡明川医师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 是承接两周前 跟大家分享的双向情感障碍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情绪障碍 在经过完整的治疗以后 康复期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困扰 例如 有一些孩子 这些青少年 他经过完整的治疗以后 那回到家去 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去上学 这会让很多的家长觉得困扰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那今天要分享的大纲 是以下这几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精神疾病 它的原因跟治疗 很快会帮大家 再一个分析一下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在恢复的过程 它跟恢复的阶段有哪些 另外介绍一下复发的因素 那接下来 我们就正式进入的主题就是 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孩子 快点的康复 快点的回归学校 那例如像 如何对医生跟医院要信任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教大家 怎么样当好爸爸好妈妈 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 非药物治疗的手段 例如像心理治疗 团体治疗等等 那首先刚刚一开始 很快地再帮大家回顾 复习一下精神科疾病的原因 那这三大类的原因 非常的重要 等于是一个 也可以算是一种公式 也就是说 被这个公式 所有我们精神科的 任何的疾病或问题 或诊断 不管是精神分裂 抑郁症 遭遇症 还有精神关能症等等 它都一定是这三大类的因素 强碰在一起造成的 蚌珠四海界为准 这三个因素 就是我们简称 BioPsychosocial 那Bio就是Biological 就是生物生理的因素 第二个部分 BioPsychosocial Psycho的意思 Psychological 是指心理的因素 第三个 社会环境的因素 就BioPsychosocial 这个Social就是 社会环境 生物生理的因素 有这么多的情况 其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神经内分泌学 那讲得更精准一点 我们的专业的名称 叫做神经传递物质 就是Neural Transmitter 它是指说 在头脑里面有一些 管情绪 管认知的 这些神经地质乱调 那第二大部分的因素 就是心理因素 这心理因素 就是指个性 或人格特质 我们中国人 古时候 有句很棒的话说 私人也 而有私籍也 就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他就比较容易得到某一类的疾病 例如像容易得到情绪障碍的病人 他们普遍的个性跟性格 可能会比较固执 求完美 死心眼 会有很多偏执的想法 或是过度的依赖 过度的要求 那另外就是小刺激 小压力 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等等 举一些例子来讲 像我们在心理学上 这种情况成为认知的扭曲 例如像有些人想法很偏执 我所想的事情一定是事实吗 立刻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位同学 他在康复期 没有办法去学校 那仔细地问一问 分析原因 这个同学说 我在学校里面 我们班上的同学 好像跟我不太容易交往 那因为我都不知道 怎么样跟他们接话 也就是说 同学讨论的事情 他们讨论很快乐 但我插不进去话 所以我经常保持沉默 那我因为插不进话 那保持沉默 因为沉默 所以可能很多同学 就不喜欢跟我交朋友 冷静想一想 这一定是事实吗 不一定 因为可能 有一些学校班级的同学 看你沉默 他们反而 很喜欢跟你相处在一起 因为好像你不会争执 不会辩论 好像比较容易相处 第二个 我一定要这样想吗 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学生 他去学校 觉得说 好像很多课程都很困难 很多科目听不懂 尤其觉得他部分的同学 最害怕的 肯定就是数学 如果说某一些科目 例如像数学等等 考得很差 他就很自卑 觉得说 我考得很差 那在班上别人 都不喜欢跟我做朋友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 这种想法一定是对的吗 其实不一定 打个比方 我们讲比较极端的例子 如果有一个同学 他名列前茅 考试考得很好 但他心机很重 一直不断地有坏心眼 常常陷害别人 那么他这样子卑劣的人格 即便成绩很好 大家也都不喜欢 跟他交朋友 所以不必要持续地想说 如果成绩很差 就一定没有朋友 那我们能不能够换个想法 一件事情本身 他没有改变 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 打个比方 这在我们心情低落 抑郁症的病人来讲 很常有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发生了一件 非常重大的事件 尤其特别是很悲惨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当下心情很不好 抑郁很严重 其实会导致他心情不好 抑郁的并不是这件事情本身 而是他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看法 观念 态度 与认知 我们立刻举一个例子 这个卡通 有一只鸭嘴兽 他看到天鹅 觉得天鹅很漂亮 那么他就开始哭了 那我们仔细看看 这个鸭嘴兽 他的眼睛底下挂着一颗泪珠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丑 跟天鹅比起来 他就跟他的妈妈束骨说 妈 我好丑 我不想活了 然后他的眼珠越来越大 那妈妈抱着他在怀里 就跟这个鸭嘴兽儿子说 傻孩子 我们是鸭嘴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天生就是鸭嘴兽 所以鸭嘴兽本来就长得很丑 但没关系 跟天鹅比也很丑 但是妈妈就指着旁边的猪说 你看猪都活得好好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猪我长得非常丑 比我们更丑 可是你看猪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猪当然行一面不太爽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指 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自己是鸭嘴兽 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这个丑的程度是如何 但是你就不要跟天鹅比 你如果跟猪比 那你心命会好很多 所以这些都没有变 但变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跟态度跟观念 那刚刚讲的三大类的因素 最后第三大因素 就是社会因素 例如生活上有一些环境压力 或者是说 有可能长期痛苦 得来的无助 答应个比方 早期曾经做过一个心理治疗 这个大学生快毕业了 他还蛮悲惨的 先前可能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父母亲对他管教很严格 到现在大学了 爸妈不太管他 但先前的那些痛苦后 得来的无助 还烙印在他的心坎里 答个比方 先前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他如果考第二名 没有考第一名 那妈妈会责备他 那有一次他还真的考了第一名 但是妈妈把他的成绩拿来看一看 看到他数学82分 还是在责怪他说 你数学为什么只考82分 那么发挥想象力想 那这样子的孩子 他当然心里面会留下 很长久的阴影存在 那么 像上次两周以前 有跟大家提到 双向情感障碍 我们再次强调 通常 生物生理的因素 占的比例非常高 高到90% 那刚刚讲到 第二个因素 心理因素 跟第三个因素 环境因素 我们有时候甚至于 把这两个因素 好像合并起来 这心理因素 跟环境因素 例如像 他的个性想法如何 以及小时候 他的妈妈 是不是在初中高中 一直骂他 对他管教很严格 全部加起来 不会超过10% 那记得上次 也有跟大家提醒 很希望大家记90% 跟10% 两个原因 第一个 希望大家知道 吃药的重要性 因为水来土掩 冰来降大 既然大部分的原因 是生物生理因素 造成的 所以吃药 可以立竿见影 另外第二个因素 是希望大家 不要单一地 归咎于某个因素 那想法要比较 开明一点 那再很快速地 跟大家复习一下 传统的治疗的方法 说简单也简单 那如果大家上网 去查 每个人都可以 很轻易地查到 治疗的方向 以双向来讲 他有很多的 明确的治疗的 这个概念 就是治疗准则 有一大类药 是情绪稳定剂 例如德巴基因 或碳酸锂 随便抓一个出来 另外一大类是 新一代的抗精神病剂 例如像烈培酮 或斯瑞康 或奥丹品 也抓一样药出来 这两种药 各抓一个药出来 搭配起来用 那过一段时间 这个病人 他的情绪 就非常平稳 平稳到病人心里 觉得很舒服 爸爸妈妈看了很满意 医生也很有成就感 好像很好 但有两大问题 没办法解决 第一大问题 就是认识功能 还没办法恢复 因为每一次情绪波动 都会对于脑细胞 造成损伤 所以他的记忆力 注意力 学习力都不好 他就不太能够 回学校去上学了 那另外第二个大问题 是他经常容易复发 现在比较新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团队 研发出来有四种很好的药 将低剂量搭配起来 就可以达到稳定情绪的效果 并且可以让受损的脑细胞快点恢复 那这边列出来这几个药的详细剂量 因为两周以前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家人在我们的网路上面提出一个问题 问精确的剂量是如何 所以今天把它补上来 绿蛋瓶的剂量是吃到175毫克 那德巴金吃到某个剂量 就是抽血 让血液维持适当的浓度就行了 那用美沙分是30毫克 美金刚2.5毫克 那我们这个套餐 好像每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一样 有一些家长 他就会质疑我们这个方法说 奇怪 你们怎么每个病人都用完全一样的药物呢 这样听起来直觉就感觉不太合理 那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完全用这样子的药物来治疗 打个比方 有些人情绪波动比较大 烦躁易怒比较严重 或者是说他假设有敏感 多疑 或是合并妄想 幻觉等等 那么他吃的药可能会加起他的一些 例如像有时候是用舒逼利 或利培酮 或斯瑞康等等 不一样 所以每个病人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最后经过这样子的完整治疗以后 他恢复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情绪平稳 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住六到八周 大部分的病人住六到八周 他情绪状况可以恢复得很好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认知会改善 正如同刚刚所讲的 他的记忆力 注意力 学习力 都会很快地进步 那么第三个最后一个恢复的阶段 是社会功能可以恢复正常 上班族可以回到他工作的岗位 那领导交办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领着固定的收入 或者岁月静好的生活 那复学就是指这个学生 可以快快乐乐地回到学校去 完成他的学业 那我们曾经有统计过 整整两年在我们这边经过完整治疗的病人 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测定的标准 是以复工复学当做成功 能够达到复工复学的几率 我们这样详细地算过 他的数字是可以高达73.4% 那我们还是要细心地去反过来讲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 还有26% 27%左右的病人 他没办法复工复学 到后来这些病人跟家属 他到我们这边门诊来复诊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的注意 去详细地去探索 去检讨到底是什么原因 倒是这样 其实到后来我们发现 绝大部分是因为 父母亲管教的照顾的过程 出了很大的问题 但为难了 当下我们实在是很难开口 跟这个病人的家长讲 我们将心比心想想看 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 好好的回学道去上学 那家长已经很痛苦了 孩子也痛苦 大家都很痛苦 那我们就医生还直接地跟他讲说 你这个爸爸妈管教的方法不对劲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好像在伤口上面撒盐巴一样 所以有时候开口真的有点困难 那还好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因素 详细地剖析开来 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让这些孩子能够进步 那首先提醒一下 有可能是负发 打个比方 有些人是已经治疗好到某个程度 但后来情况又不太理想 那我们盘点过去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累积的经验 以及医疗上的文献报告 就发现 可能有三大因素会导致复发 第一个就是自行减药 或是自行停药 自行减药或自行停药 打个比方 有些人觉得说 自己好像已经恢复得不错了 所以就不想吃药 有一些人是自己胡思乱想 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 叫做试药三分毒 所以很多人会胡思乱想 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那另外 第二个就是天气或气候改变 我们有非常多的家长 自己本身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觉得说 好像每一年从温暖的春天 过渡到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特别容易情绪不稳定 就造行比较容易发作 那第三个就是 生活有重大的压力事件 这三个方法听起来 好像很合理 但是现在因为 医学的进步 一日千里 所以到最近这么几年 发现说 这三个因素 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 也就是说 非常确定板上钉钉的 其实只有第一个 自行减药或停药 那至于气候改变 跟发病是不是有关系 还有生活的重大压力事件 有没有关系 其实最近觉得有点存疑 所以这个 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原因 那你刚刚讲的 自行减药或停药 我们可以确定 可以拍胸部保证 你如果自行减药或停药 绝大部分的人 不会超过三个月 他就会复发 所以吃药是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在整个康复过程里面 如果情况不是很理想 那其实大家都要去检讨一下 尤其是家属 要特别的仔细的减少 检讨跟反省 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一步 是做的不对劲 首先第一步骤 就是一定要对医疗要信任 那这一张PPT里面 特别把信任这两个字 标成红色的 所以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强调一下 我们如何让这个家属 能够对医疗信任 首先第一个观点就是介绍 一个精神科的医师 是如何变成精神科的医师 那现在先以台湾省来举例子 在台湾省要变成一个精神科的医师 是必须要去念医学院医学系 念七年 念完七年毕业以后 去考上了职业医师的执照 那么才可以到大医院去 接受精神科的住院医师的训练 那整整接受四年的 精神科医师的训练 这四年的精神科住院医师的训练里头 要把所有精神科医师 必须具备的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例如像诊断学 精神病理学 精神药理学 精神动力学 还有老年精神医学 儿童精神医学等等 全部都要学会 然后这四年学完了以后 才可以去考精神科的专科医师 经过刚刚前面的七年 再加四年 总共十一年的医学的训练以后 那考上专科医师以后 才是你当精神科医师的第一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必须要信任这个医师 我们先举一些反面的案例 负面的案例 一些不好的示范 打个地方 有一些病人的家属 有个坏习惯 会想要跟医生来讨论 我家孩子的诊断 到底是不是对的 还有药物的治疗 希望能够跟医生讨论 那么这就让我们想起 在大概八九年前 我们这家医院 刚刚开医院 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是神明第一次 来中国大陆当医生 那八九年前 刚刚来这家医院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医院 当时的某一个院长 他就跟我讲说 胡医师 你从台湾刚刚来 我要跟你介绍 我们中国大陆的医疗习惯 可能跟台湾不一样 我们中国大陆 很多病人 他都会看一些书 或是上网去查一些资料 所以他们会有 这种医疗的观念 他就会 以他学到的东西 查到的资料 他会跟你辩论 然后当医生的人 也要用自己的专业 拿出来跟病人辩论 那这样互相辩论以后 如果你这个 当医生的辩论 辩赢了这个医生 医生能够辩赢了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 就会照医生的理组 去接受治疗 那时候听了以后 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觉得说 哇 那这个环境 医疗环境 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大家都浪费时间 在辩论 在口舌之块上面 那么 在这边提醒一下 关于诊断方面 要完全放心交回医生 那不要跟医生辩论 我们经常会听到家属 随便打个比方 可能会跟医生 争执跟辩论说 我知道孩子是双向症 好吧 我承认 但是它到底是双一 还是双二 是双向第一型 还是第二型 其实这个不需要花时间辩论 因为这跟治疗 不太有直接关系 那药物治疗也是一样 那各种药物治疗 虽然在全世界上 都有治疗的准则 就guide 但比较麻烦 因为guide这个准则里面 它各种治疗方式 药物的组合 它的证据力不同 甚至于除了正常的 治疗的方法 形成了准则以外 还有一些专家共事 他们的治疗的 这个证据力全然的不一样 所以这非常复杂 所以诊断跟药物治疗 一定要完全交给医生 那另外口头信任 打个比方 举一些例子来讲 像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很多病人 在看诊的时间 都会说一套做一套 例如口头上就表示说 我很信任你们医院 我很信任医生 很信任你们整个团队 我非常信任 然后希望医生 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信任 但说是一回事 做是另外一回事 有时候这个病人 带自己的孩子 来这边看完病以后 转头又到另外一家医院去 去找另外一个医生 来证实看看 哪一边的医生 是说法是对的 那这会给家属 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们讲一个现实的问题 假设看了A医师以后 那过了不久 他再跑去看B医师 假设看B医师 付了500块的诊疗费 我们冷静想想看 那个B医师 他一定绝对是会改处方 他一定绝对不会同意 A医师的做法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另外付了500块的 诊疗费给这个B医师 他怎么可能跟A医师 完全一样 因为如果他的诊断 治疗跟A医师完全一样 就有点好像 这个病人的500块 是白花了 而因为诊断跟治疗 完全一样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信任方面 希望不要只是 口头上的信任 那另外在诊疗费用方面 打个比方 像诊疗费用 跟信不信任医师 也有关系 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医院是采取 这个预定 诊疗时间的方式 所以必须要付一些 这个定金 那有一些病人的家属 那过去这两年 三年里面 我们发现 那个这种情况很少见 大部分人都会 按照规范 事件付定金 但有的病人跟家属 他不太信任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 拒绝事先付定金 但坚持一定要看诊 并且口口声声的说 那我们觉得不会赖账 那这些钱 那我们不缺这个钱 看完诊一定会付费 等等 但这背后就影射说 这病人的家属 其实对于医疗 还是不太信任 那么最后一个 不信任的状况 是失望一步登天 打个比方 我们住院 大部分都要住 六到八周才有效 但有的病人的家属 是希望说 我们只住一个星期 那再多也没有了 希望一个星期之内 就把这个病人的病治好 那信任刚刚讲的 这些是负面的 反面的例子 那现在我们讲一个 比较正面的案例 那我们这个团队 像陆教授照顾过的病人 少说也有一个 1000多号的病人 那这么多的病人 我们仔细去盘点 挑出一个治疗效果 最好恢复最棒的 一个病人 他在网络上很活跃 他的名字叫做 整霞梦洛化 他文笔也非常好 那几年前 这个整霞梦洛化 这位病人 就把他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接受陆教授的医疗照顾 整个过程写得非常的完整 非常详细 然后最后他又提出几个方法 我们先讲一下 他是所有的病人里面 是在信任度最高的 我们讲这个案例 整霞梦洛化的案例 先直接讲结论 他的信任度高到夸张 打个比方 当时他来我们医院看病 那陆教授叫他吃药 他就吃药 叫他停药 他就停药 叫他住院 他就住院 叫他出院 他就出院 那他完全没有任何的 其他意见 打个比方 刚开始住院 吃药一大把 不管陆教授开的药方式 给他十颗 还是十五颗 还是十八颗的药 他看到那一把药 还没有来得及去学会 哪一颗药 叫什么名字 哪一颗药 会有什么作用附 他完全不管 这病人 只要陆教授开给他的 这一大把药 他咕噜一下 全部吞到嘴巴里去了 每一天晚上 住院期间 每一天晚上 都吃这么一大把的药 以后再慢慢学会 这一样 那所以到最后 他治疗的过程里面 不见得完全顺利 他整个我们去 事后盘点 他住院的时间 也蛮久的 前前后后加起来 一年里面住了五个多月 才治疗好 但他信心非常强烈 他不会说是 我住四到六周不好 我就走人 就失去信心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最后提出几个 很值得大家 去思考的几个观念 例如他自问自答 他说 治疗会变傻吗 他就没有写说 治疗不会变傻 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甚至于比正常人更好 那另外他也提供 第二个自问自答 需不需要做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在急性期的发作 不可能做心理治疗 因为他思考的能力不行 所以只能够吃药 但这个 诊查蒙洛花也有提醒说 双行一定是靠药物 但又不仅仅是药物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自然 在急性期用药物治疗好了以后 在康复期可能可以加上一些心理治疗 那最后这个病人有提到说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 诊查蒙洛花自己自爆 那家里头啊 有一些长辈 得到阿瑟海默症 或是有自杀死亡的 那这个病人很珍惜 这个医疗的机会 他觉得很高兴 自己可以得到治疗 变得跟正常人一样 体验美好的生活 甚至于有营养神经的钥匙 他免受大脑退化的可能性 他还讲一个很感慨的话 这个诊查蒙洛花说 他这个 常常想说 如果家里面那些长辈 能够活到今天 那该多好 因为那些长辈 他以前没有接受过 好好的治疗 所以就是死亡的很可惜 那这个病人 他恢复得非常好 好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好到他恢复的过程里面 可以去考试 考一些症状 那么含尽量 非常的高的症状 可以考上 那另外一方面 他在陆教授的调药之下 把药物改成比较安全的药 他还可以生出一个 很健康的小宝宝 那另外一方面 他还在一年里面 可以把整本的 唐室三百首都背完 并且他还能够 写出很好的诗 这个等一下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接下来在康复过程里面 提醒几个重要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就是 生活一定要规律 生活规律分成两大方面 第一个是吃饭 第二个是睡觉 那吃饭跟睡觉 都要定时定量 那除了吃饭 睡觉定时定量以外 那减重也很重要 在这边分享一个很专业的观念 那绝对不要说 在体重增加的过程里面 就优先讲到去指的怪 是药物的副作用 这边详细地解释一下 我们精神科的药 的确有一些药物 可能会让体重增加 但是大部分的药 体重增加 程度都不是很严重 都可以靠着 抑制力克服 那唯独有一颗药 叫做奥旦品 如果吃了奥旦品以后 那食欲疯狂的增加 体重也是 疯狂的上涨 那么你可以怪 是这个药的副作用 但除了它以外 其他有一些药 像德巴金 或斯维康等等 也可能稍微增加一点食欲 但是完全可以用 自己的抑制力来克服 所以不能够完全是 怪药的上面 那减重的计划 首先第一个 是要在不挨饿的前提之下减重 我们正常人一天吃三餐 有些人想法很荒谬 心里面想说 好 那别人吃三餐 我不要吃三餐 我一天只吃一餐或两餐 这样是不是可以 对减重有帮助呢 其实不然 那一三餐都要正常地吃 关键是在于说 这三餐的食物的配比 蔬菜素食类的 占比较高的比例 那肉类油腻的 占少一点 那三餐以外不要吃 其他任何的东西 那如果排便不顺利 早上起床 就要疯狂地喝温海水 两个秘诀 第一个就是水量要大 能喝500毫升就喝500 能喝700毫升就喝700 第二个秘诀 水温度要高 只要不要烫到嘴巴 温度越高 效果越好 那另外有氧运动 我们最大力鼓吹的运动 像爬楼梯 或跑步 或跳绳 优先考虑爬楼梯 因为爬楼梯 最大的好处是 不受到风吹雨打太阳塞的影响 那另外就是睡眠的时间 不要超过九个小时 如果超过九个小时 那新陈代谢会变慢 那体重永远都减不下来 那另外就是针灸 针灸对减重也有帮助 针灸对减重的帮助 并不是说单纯只是我们中国人 古老的祖先 这么百年多来的经验 并不单纯是经验 而是在最新的医学研究方面 发现有一些穴位 它经过针灸以后 那真的会是改变 身体的新陈代谢的代谢率 所以针灸也是有重的 那另外刚刚讲到 吃饭跟睡觉都要定时定量 以睡觉来讲 那一定要正常的睡眠 如果失眠的话 两大类的方法 第一大类是药物 第二大类是非药物 非药物的方法克服失眠 如果说大家上网去查 至少可以查到 十多种不同的方法 但大部分的方法不太靠谱 打个比方 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听说过 睡前听清音乐 或是睡前喝热牛奶 这大部分的人都不太靠谱 最有效最棒的方式 排名前两名的 第一个就是加强运动 第二个是晒太阳 晒太阳有些专业的考虑 假设你失眠的状况是不容易入睡 那最适合晒太阳的时间 是大概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左右 那如果说你的失眠的状况是早醒 例如像早上四点多 五点天还没亮就醒来 那么你最适合晒太阳的时间 是大概下午差不多三点四点左右 那另外第三个方法 洗热水澡 这边要修正一下 洗热水澡 意思是指说是泡澡 盆浴 但是在以我们北京来讲的话 那北京因为地狭人愁 所以像家里面有浴缸 可以泡澡的机会不是很大 所以这点只是当参考 那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 相当重要的环节 就是在这边要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说明 如何当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像刚刚提到 其实在所有经过完整治疗以后 还是有那么大概百分之二十六 二十七的孩子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复学 那刚刚提到过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父母亲管教的方式 有着严重的偏差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 要送给大家五个金科预律 这五个金科预律 是要让大家学会 如何当好爸爸好妈妈 那待会会取一些 比较特别的例子 首先送给大家 第一个金科预律是不说废话 如果说父母亲对于孩子 说一些话 做了一次没有用 那就不要说第二次 举一个例子 最常见的是 睡觉方面早上很难起床 一方面是因为 要务多少有点负作用 另一方面 这些年轻的孩子 他的生理周期 本来就是喜欢晚睡晚起 这是他天生生理的周期 就是这样子 早上叫起床 你用某一种方法 叫孩子起床 这种方法没有用 你下次就不要用这种方法 你就换别的方法 所以不要说废话 那么送给大家的第二个金科预律 叫做你做了什么 比说了什么还要更重要 那这边 想要长期以来 一直想要找一个 很好的好妈妈的典范 那过去当医生 当了三十年 一直在想要找一个 好妈妈的典范 能够给大家 当作是分享的材料 但是三十年早下来 实在找不到 很好的妈妈 来当典范 到最后很逼不得已 那只好找我自己的妈妈 来当作是好妈妈的典范 那现在介绍 我妈妈为什么是一个好妈妈 因为我妈妈她不说话 这不说话是一个形容词 问题是我妈妈她不是哑巴 那不说话的意思是指 说话说得很少 那我记得她有生之年 说讲出来的话 就不超过十句话 打个比方 我们还是小孩子 小学的时候 那从学校放学回来 妈妈会说 饭做好了来吃饭 有时候天气很冷 早上我们这些孩子出门的时候 妈妈会说 天气冷了 穿一件夹克 就这么几句话 全部加起来 总共不超过十句话 这时候立刻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孩子 他遇到的爸爸或妈妈 说话非常少 这个孩子的想法 就会觉得说 会很珍惜爸爸妈妈讲的话 每天都期许 盼望爸爸妈妈多讲一些话 那一旦父母心说了话 这个孩子就会当作圣子 去奉行 那接下来再描述 我妈妈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状况 那我妈妈跟正常的妈妈一样 会做正常妈妈的事情 就是煮饭 还有洗衣 还有扫地 但是我妈妈她做了一些 正常的妈妈 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到外面去捡木头 回家来烧火 那因为那个年代 你也穷 我也穷 他也穷 大家都穷 所以穷不可耻 那么一家六口 家里面的壁挂炉热水器 它只是用来当装饰品 没有办法烧软器 因为这样子六个人的洗澡水 花了太多钱 所以我父亲就用水泥跟砖头 做了一个很大的大灶 然后用大锅 在里面烧热洗澡水 所以我妈妈的工作就是 她有空的时候 到外面工地 去捡那些剩下来的木头 趁着垃圾车 还没有把这些烂木头 运走的时候 先下手围墙 把这木头运回家里面 当做柴火烧 去工地捡木头的时候 穿着拖鞋 结果一根钉子 从她脚底下戳进去 喷得满地都是鲜血 那个年代不可能去看医生 能吃饱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去看医生 那还好上帝保佑 他也没有得到破伤风 好 讲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大家发挥想象里想 如果有个孩子 他遇到自己的妈妈 是这样的妈妈 那这个孩子心里面 会作何感想呢 还是念小学的过程里面 就会想 哇 我年纪这么小 不知道怎么样去报答 妈妈的恩惠 不知道该怎么孝顺 所以呢 这个孩子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本分能够顾好 小孩的本分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每天正常的去上学 老师说上学 你就上学 老师布置什么作业 你就做什么作业 那不要给爸爸妈妈 这来麻烦 所以这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范例 接下来送给大家 第三个经科预律 如何当个好爸爸好妈妈 你是什么样的人 比你做了什么更重要 那同样的道理 过去这三十年 就一直想办法去找 在临床上面找 看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好爸爸 拿来当范例 结果找了这么三十年 还真的找不到比较好的爸爸 所以到最后真的逼不得已 还是把我自己的爸爸 拿出来当做典范 我爸爸在小学当老师 他在学校干了什么事情 回家都不会跟我们讲 但是他退休以后 过了几年 他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平常没有往来的 很少往来的一些老朋友 或者是学校的老同事 全部倾巢而出 帮忙到家里来办丧事 那到下午整个丧事办完了以后 那最后离开家的一个老婆 他对我们落下一句话 他说 你爸爸先前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 很清廉 他学校里面 连一张白纸都不会拿回家 那时候听了以后 就觉得很光荣 很骄傲 并且心里面会进一步的想说 真希望我死掉了的时候 那我的同事也会跟我儿子讲这样子的话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什么样的人 比你做什么事更重要 打一个地方 就好像是假设有一个孩子 他的爸爸是一个 人民解放军一个战士 然后他一直长期束手边疆 假设他每一年只回家一次 那我们想想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孩子会不会因为 他爸爸长期束手边疆 常常没有陪在身边 结果这个孩子就走上邪路 他去坐监犯科 那通常不会 因为他爸爸是这样子的人 保卫国家 为国家尽忠 为民族尽孝 所以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是比做什么事情 还要更重要 那第四个送给大家的 进科医律就是 好 妈妈跟坏妈妈的差别 不是在于犯了多少的错误 而是如何的处理错误 那我们经常看到 很多住院的孩子 他跟爸爸妈妈 会有许多的冲突 打个比方最常见的是 可能爸爸妈妈 是用脸红带片的方式 把这个孩子骗来住院 所以之间会有许多的冲突 跟很大的矛盾存在 但这都不用担心 我们经常会劝告这个孩子 以及劝告爸爸妈妈说 很多爸爸妈妈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爸爸妈妈 都还没有学会 怎么样当好爸爸好妈妈 就有孩子了 所以每个爸爸妈妈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一些偏差 一定会犯一些错误 但时间久了以后 过了五年十年 若干年以后 这个孩子他终究 会跟爸爸妈妈和解 这个孩子他终有一天会说 会想到说 我爸爸妈妈以前 他对我的管教很严格 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压力太大了 那打一个比方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 发现最常发生的 爸爸妈妈曾经会给孩子 讲一些很难听 很恶毒的话 例如很多妈妈 会跟孩子讲说 我要是没有生下你 那我会生活过得更好 有一些变形的例子 例如像有的妈妈 曾经留学在美国 那我回来以后 常常会对自己的女儿说 我要是没有生下你 我早就拿到博士学位了 我要是没有生下你 我早就升教授了 等等 这种是经常听到的 但这都没关系 因为过了很多年以后 血浓与水 这一定会和解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 那最后第五个 送给大家的经科预律 就是不要关心过度 不要照顾过度 那我们经常看到 有一些孩子 如果在复学的过程里面 不太顺利 那么将来在看门诊的时候 通常会忍不住 问这个妈妈和爸爸说 你觉得你对于你家的孩子 会不会关心过度 或照顾过度 这个爸爸或妈妈 如果说会 我觉得好像我真的会关心过度 听了这样子 我们就放心了 因为你有自知之明 你有自知之明 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改 我们很担心的是 这个爸爸妈妈会摇头说 不会啊 我不会觉得关心过度啊 我不会觉得照顾过度 听到这样子 我们就会很烦恼 很头大了 因为这表示你没有自知之明 就没办法改变 那如果要避免关心过度 或照顾过度 有家里的几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第一大类的方法叫隔离 隔离又分成两种 一个是空间隔离 一个是情感隔离 空间隔离的意思就是指说 你可以在附近 另外租一个房子 让你家的孩子 就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那爸爸妈妈可能隔一阵子 去看一遍 例如像可能是 每周去探视一遍 但当然这个要心思很细腻 你要确保 他没有一些基础安全的顾虑 例如像不会自杀自伤的风险 那如果真的逼不得已 例如你的条件 没有办法另外租一个房子 那大家还是不得不住在一起 那就只好考虑感情隔离 这所谓感情隔离 或称为情感隔离也行 它的意思就是指做 很多事情就训练这个孩子 要自己做决定 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一些具体的比较基本的 那个具体的做法 很简单 就是可以先训练这个孩子 他自己多干一些家务活 这情感隔离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另外我们因为 还有研发一个相当棒的计划 叫做大哥哥大姐姐计划 这个中间方法上是非常的缜密 打个比方 以这个适当的大哥哥大姐姐的人选 我们对于人选也有很高的要求 打个比方 最好是能够念研究所的学生 因为他时间比较自由 那另外最好是学霸 还有就是最好是从乡村出来的 最好是家里比较穷一点的等等 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 一些优先的人选 但很可惜 这个只能够服务于 我们大北京地区才有办法 那如果是在外地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提供 这样子大哥哥大姐姐的人选 那有一些家长会一想天开 在比较遥远的地方 没有在北京 那他在自己的家乡 就自己找一个 他认为是好的大哥哥大姐姐 但这种方式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那为什么道理 因为我们的大哥哥大姐的计划 还需要我们医院的督导老师 会每天都会监督 监督整个计划的进行 那接下来除了上述讲的方法以外 那如果说药物适当的治疗 他都是顺利的服药 那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学校 那是要考虑 他有一些心里面的砍过不去 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心理治疗 那这边列出了心理治疗 他种类二三十种五六十种 是在种类太多了 那任何一种流派 要学会的话 那中期一生都不一定能够学得很完整 所以我们把那么多的心理治疗 简单分成三大类 有一大类比较标显的知识性心理治疗 那另外稍微深入一点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 最深层的是精神分析 那这边只是简单的提一下 对于这个学生 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学校去念书 那绝大部分90%以上 都是主要要靠认知行为治疗来处理 这样治疗的效果会不错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每一个人都要耐心 那因为认知行为治疗 绝大部分他没有办法 短时间之内得到效果 至少要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 所以不管是病人本身 或是爸爸妈妈或是医生 那都要有基本的耐心 持续做心理治疗 这样才会有效果 那除了心理治疗以外 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相当棒的方式 就是团体治疗 团体治疗最主要是针对父母亲 那我们因为有开一个线上的团体心理治疗 是专门让爸爸妈妈参加 那因为在恢复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爸爸妈妈像刚刚说讲的 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例如像过度关心等等 就会造成这个孩子病情容易复发 因为如果过度关心 那么这个孩子 他的心理年龄会越来越往下掉 那有很多 即便病情好起来以后 他还是快乐不起来 或是没有办法回学校去 所以心理治疗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互相的学习 怎么样成为好爸爸跟好妈妈 那能够让大家互相的接长补短 终究可以释怀 那么这些方法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一言以蔽之 就是四个字 叫做节长补短 现在立刻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A爸爸妈妈跟B爸爸妈妈 这个A爸爸妈妈 他们能够让孩子早上顺利的起床 他们叫孩子起床 很有一套办法 但很奇怪 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顺利的去学校 可能去学校有很多问题 那么B爸爸妈妈 他反过来 可能B爸爸妈妈 他的孩子能够顺利的去学校 没有问题 但早上起床 根本就不容易叫起床 要睡到早上十点 所以他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就辣掉了 我们假设让大家聚集起来讨论 像A爸爸妈妈跟B爸爸妈妈互相讨论 讨论到最后的结果 他们互相的结长补短 那把自己的缺点减除掉 把自己的优点互相的传达 到最后的结果 A爸爸妈妈跟B爸爸妈妈 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早上都六点整就准时的起床 能够顺利的回学校去 那从第一堂课开始上到最后一堂课 这就叫做结长补短 那讲到这边 我们到最后的结论跟讨论 最后结论跟讨论 第一个部分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再次的强调 医疗的进步是非常的恐怖 完全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这边举几个例子 最主要是要加强大家的信心 各科都非常疯狂的进步 到最后已经变成隔行诺隔山 像其他像我们做精神科 做久了以后 对于其他内科外科 复产科的进步 根本完全没办法去想象了 那隔行诺隔山举个例子来讲 像外科的进步 以过去二三十年举例子 过去二三十多年前 以诊断蓝尾炎来讲 像那时候的医生非常传统 就暗暗看病人的右下腹 看按下去会不会痛 然后手放开会不会痛 看看白细胞会不会很高 然后很资深的医生 诊断的手段很厉害 诊断起来说 这个应该是90%以上的机会 是蓝尾炎了 可以送进去开刀房开刀 后来过了没多久 诊断的方法变得比较进步 例如有人会学会用B超来扫描 扫描看看它的蓝尾 它的长度 它的宽度如何 然后这时候 可能这个B超的医生 就会非常的拿窍 非常的自傲 说这个技术很厉害 全台湾省 只有不超过十个医生 会这一招 真的他们很会吹牛 但再过没多久 诊断更进步 大家关于一想 发现说最好最棒的方式 现在最王道的方式 直接做个电脑断层 切得很细 那这就是一翻两正言 它精确度非常高 几乎可以将近 百分之百的准确度 那只是多花一点钱 那外科的进步很厉害 内科的进步也非常的恐怖 打个比方 像我个人在念医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姓欧 这位欧同学 欧医师 他后来做 这个血液肿瘤科的医生 在台湾省了一个 很大的医院 做血液肿瘤科 那大概十多年前 去他的医院参访 参访完了以后 看到他 非常进步的那些技术 那时候 参访完了以后 就问这个同学 问了一句 当时问他一句话 那是非常蠢的话 那时候问他说 同学 你现在每天都面对 这么多癌症的病人 那你会不会看到这些癌症 天天面对癌症的病人 那你会不会心情都很不好 常常心情很难过 结果这个同学 他听过 听到我问这个问题 他非常大吃一惊 他说 怎么会心情低落呢 我们这个癌症的病人 很多病人都可以完全的治疗好 然后那时候经过这个同学 这样讲 才恍然大悟 幸运想 我们精神科医生 不也是如此吗 很多 以前二十多年前 内科外科的医生 都会觉得精神科 没有什么成就感 会觉得精神科的病人 永远都好不了 全部精神科的病人 都被关到疗养院里面 关到老 关到死 可是没有人能够想象到 精神科 在1990年到2000年 要很多非常好 非常厉害的药 大爆发 大喷发 所以很久以前 注定要关在 精神科的疗养院 关到老 关到死的病人 他吃了这些药以后 恢复的情况非常好 他可以脱离那种环境 那到职场上去 找到不错的工作 打一个比方 我们看到有少数的一些 精神分裂的病人 他晚上只吃一种药 抗精神病剂 治疗妄想幻觉的药 单纯只吃那么一颗药 那白天他竟然就可以 到家乐福的柜台去 收钱 赚钱 这一个人能够到 家乐福的柜台去 收钱赚钱 他其实可以养活自己 如果省吃钱用的话 如果不要付什么太贵的 那个贷款 那他可能养活全家 都不会有问题 精神科有非常恐怖的进步 各科跟各个之间 就隔行如隔山 所以跟大家讲医疗的进步 主要就是要 让大家对于医疗要有信心 我们精神科很多病 是可以完全的治疗好 那这是刚刚所提到的 整医疗梦洛花 这个治疗非常好的病人 他在他那篇文章的最后面那一段 写的是 看了让人觉得非常感动 那这篇呢 我都看了非常 好多好多次 看了以后 那给大家听 这整医疗梦洛花 他在文章的最后想 他说 最后我想说 我一样有没有前路的过往 但路不是想出来的 也不是焦虑出来的 是一天一天走出来的 路只有回望的时候 才能清晰看到 如果你还在黑暗里 独自哭泣 请加油不要放弃 等放晴的那一天 你回头一看 原来我走了那么长的路 我可真棒啊 我们住院的病人里面 尤其这些年轻的孩子 有好几个 他住院的刚刚非常痛苦 例如可能被爸爸骗进来的 或是住院住几天 觉得很焦虑 非常痛苦 看不到头 因为六周到八周 对他们来讲是很难熬的 那这时候我会把 这个整夹梦洛花 写的这些文章 把它打印出来 放在A4的纸上 然后我们这些 住院住得很痛苦的病人 这些孩子 就每个人发一张 让他好好地看看 看看别人治疗好了以后 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像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整夹梦洛花 他不但一年里面 可以背完唐诗三百首 而且他自己竟然会作诗 例如这是他作的一首诗 贤泥双规 速暖雾 唱庆三月 春晴农 治疗效果可以好到 这个程度 是我们的模范生 好 那最后结论跟讨论 这最后一张PPT 跟大家讨论 这句话叫做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句话到底是对的 还是错的 那我在这句话的后面 画了一个问号 那就是明示跟暗示 大家说这句话根本是错的 你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吗 你可以自己做主张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非常多 多到报将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你早上五点半 你定了闹钟 早上五点半 你是不是可以选择说 早上五点半以后 你把闹钟按了 按熄灭掉以后 你就可以跳离开那个床 或是说 你如果担心起不了床 你自己有权利可以选择 你要不要在床上坐仰 或起坐 或扶我身 把自己弄清醒 还有你自己也可以选择 你的闹钟响了以后 你要不要五点半 跳下床来 你穿了跑步鞋 去外面跑步 你也可以选择说 你要不要去爬楼梯 你去爬楼梯 你可以选择 你要爬五层 还是十层 还是二十层 这些全部都是 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打个比方 你吃药也是一样 你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你也可以选择说 那医生交代你这些药 可以保护脑神经 可以让你保你平安 让你能够情绪平稳 让你能够 那个记忆力 注意力恢复 你也可以选择说 医生开这些药 你一把吞到肚子里面去 让自己的脑子 能够长得更好 让自己能够情绪更稳定 那你也可以选择说 你耍脾气 不吃这个药 所以你可以选择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那如果玩手机来讲 你自己 不管你的年龄 是多少岁 都一样 你也可以选择说 你晚上给自己定了 你晚上九点半以后 不要玩手机 你也可以定说 我八点以后 不要玩手机 所以换句话说 你冷静地想一想 你可以自己判断 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好 那最后 讲这句话 来跟大家互相勉励一下 我们常常跟家族讲 跟病人讲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那医疗这么进步的情况之下 你得到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或是能够起它的疾病 以目前的医疗来讲 那它可以治疗得非常的完整 让你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明天 看到希望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先告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我们有 那个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互动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 互相的讨论或是分享 小罗工和先生的家人 可以把 因为 分析发布到 我们的流量区 这边有一位举手的 胡医师 您可以接受这个提问吗 语音提问吗 我这边有问题 我可以提问吗 因为现在主持人声音 好像有点不太清楚 所以我只好直接问了 好的 Sara老师 这边可以直接提问吗 直接开麦提问的 有一位同学举手的 需要住院治疗 那么 这个问题 听起来是简单 但它的 那个情况有点复杂 哪个地方 什么情况需要治疗 我们现在 比较传统的观念上 是认为说是 这个 如果有些风险 就需要治疗 那么风险 帮助四海界为准 有哪些风险 例如像 自杀 自伤 杀人 伤人 妄想 幻觉 这六大类 是我们传统 可见的一些 所谓风险 有这些风险的话 就一定要住院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 自己的安全 或他人的安全 或社会的安全 等等 那除了这些以外 有一些其他的 那个情况 例如 有的时候 刚刚讲这六大类的指标 它是比较严苛一点 但我们医疗上 有很多的弹性 有的时候 其他有些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但家属 隐隐约约 感觉到不太放心 也行 甚至于 有极少数的状况 如果这个病人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挺严重 没有什么风险 但需要调药 举个例子 像我们早期 有遇到 有些人他睡眠睡得不好 在家里调药也行 但如果住院调睡眠的药 可能效果会更好 所以除了以上讲的 那六大风险以外 要少数一些特例 比较轻微的也可以 这是比较早期传统的观念 那以目前来讲 我们医院的做法 如果说是要完整的治疗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 以及上次有讲到的 那治疗最完整的治疗方式 是有那 网络上我们经常称为 四大金刚 就是刚刚秀出来的PPT PPT有提到 就是幼美沙芬 美金刚 德巴金 还有绿蛋瓶 那如果说 确定诊断是双向 那如果你希望要 完整的治疗 那最好是住院 那住院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四种药里面 有三种药是很安全的 德巴金 幼美沙芬 美金刚 很安全可以在家里吃 那 唯独绿蛋瓶 没有办法在家里吃 因为绿蛋瓶 在慢慢往上调整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有许多的风险 其中最大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半困的情况会很严重 另外第二个是 口水量可能会很多 有呛到的风险 所以如果说 要用这种新一代的治疗的方式 这四大金刚都要用上 其中包含绿蛋瓶的话 那为了加绿蛋瓶 就必须要住院 因为那些副助用 都需要整个团队 来帮忙处理 或者会有一些 很大的风险 第一个问题 请问如何确诊 已经患抑郁症 仅凭在医院做的 自评报告 可以认定吗 好 再加强调一下 那不管是哪一种情绪障碍 包括抑郁症或教育症 或其他的病都一样 那我们那个最专业的观念是觉得 各种自评报告 不管是自评报告 或是有很 即便是有很资深的医生或心理师 做的那些 那个横见 那些测量测评等等 绝大部分都是 没有办法当作诊断的 离去 那些都只能够当作 诊断的参考 不能够用那些 所谓的那个测评 那些 那个 那些心理测验 来当作 判断 那如何确诊 患抑郁症呢 其实完全都是要靠医生的临床经验 好 我打个比方 例如像上次讲的 抑郁症的话 有九大 诊断的 标准 所谓诊断的criteria 诊断的标准 那九条都 每一条都要由医生来判断 你是不是符合那 那几条 那九条里面要符合五条 才能够算是抑郁症 最主要是 这个用临床的 这个经验来判断 回应第二个问题是 阿斯伯格的孩子 目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帮助孩子调整情绪 阿斯伯格的那个孩子 他有什么好的方法 来调整情绪 那通常 阿斯伯格 调整情绪的话 分成两大类的 那个方法 第一大类是药物 第二大类是非药物 那药物的话 那 只能够 暂时达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可是那不是长久之计 我打个比方 药物方面的话 水来涂液 冰来降导 那如果说情绪不稳定 那给他一些 能够稳定情绪的药 那如果是心情 比较低落的话 当然给他 治疗这个 抑郁的药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 其实还是要优先 考虑行为治疗 叫他如何去 做一些快乐的事情 让心情好 那另外再讲 更深入一点 那阿斯伯格的孩子 他本身有一些 很执着的想法 或是一些 故作的一些认知 那他如果因为 故作的想法 或故作的认知 所导致的话 那就要去调整 他的这些认知 第三个问题 胡远您好 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给到双向患者 如何克服病名带来的 社会羞耻感 因为用人单位是排斥的 这比较麻烦一点 这是已经上升到 整个社会阶层的问题 因为整个社会阶层 对于这些疾病 都还有很多 认识不清楚的地方 就明智未开 那我们能力上 能够做到的话 如何克服病名 给社会带来的耻辱感 我们实际的操作 有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名字 如果有需要 那让我们医院医生 来开诊断证明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双向证 把这个名字 稍微改一下 改到比较温和一点 举个例子再讲 我们多年来的经验 在绝大部分的诊断 开出去的诊断证明里面 几乎有99%以上的 那个诊断证明上面 不会写双向证 我们都写情绪障碍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不然你拿到 你的诱人单位去 或是拿到学校去的话 那他看到情绪障碍 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害怕 那至少学校的老师 或是你的那个 单位的领导 他看到情绪障碍 他就比较不会说 像看到双向证 那么紧张担心 这给考虑的方法 好 下一个问题 早上如何叫孩子起床呢 现在起不来床 不去上学 这是非常麻烦的问题 因为会有这个问题的 降举才太多了 比较难解决 早上如何叫孩子起床 好 那首先 大家要冷静起来 心思很细腻地去想 还有没有什么 可以抓到的原因 导致他早上起不了床 我们先举几个例子 来那个那个示范一下 假设这个孩子 他起不了床 是因为跟药物有关 假设他有吃一些药 那么就要看看 晚上的药 尽量把它弄到 比较清爽一点 有一些药 似乎可以考虑稍微减料 随便举几个例子 我们经常发现 这个孩子如果食欲特别的好 假设我们开一些 妥胎给他吃 那么妥胎 妥胎有可能造成 第二天不容易起床 那么妥胎可能就要减少 但是他食欲好的问题 就要靠他的 理智力去克服 再举一些例子 假设他那个 那个绿蛋瓶 我们要从七片 减到两片 维持两片的时候 本来可以保护 肝功能胜功能 但他起床很困难 那么就只好 两害相据取其清 再把它从两片的 伎量慢慢减 减到清零 这样可能起床会更快 那如果有些药 实在是不能够减少 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他吃药的时间 可以往前面提早 假设他晚上熬到 十一点才吃药 那第二天早上起床 起不了床 因为药物的浓度 还没有散掉 那就可以提早到 可能九点八点吃药 等到第二天 他起床的时候 这个药物的作用 已经消失了 比较容易起床 那当然如果说是 这个孩子他晚上睡前 花很多时间在打游戏 那个东方西搞搞 弄到很晚 弄到十二点一点才睡觉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是 让他稍微提早一点 上床睡觉 这就是可以考虑的方法 下一个问题 治疗抑郁症的药 需要吃多久 有一个孩子十四岁 患栓下 必须终身服药吗 那治疗抑郁症的药 需要吃多久 那这个全世界上 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跟规范 但是依据绝大部分 精神科医生的 那个 长久以来的习惯 跟惯例 每一次抑郁症 发作的时间 那原则上是吃一年 吃一年以后 就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说他的生活压力 都减少了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那病情也稳定了很多 那社会功能 也恢复得很好 那吃这个抗抑郁的药 吃一年 就可以考虑停掉 但是 比较复杂的是 如果他并不是 生平第一次发作 如果他是复发 那么如果是复发的话 那最好还是终身服药 因为他复发以后 他这个 如果再不持续地吃药 可能对于脑细胞 会有很大的伤害 他可能会提早老人失智症 那另外还是14岁 换双向 必须终身服药吗 那个 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 要面对这个事实 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如果终身服药 对他是利大于弊 那还是可能要考虑终身服药 那我打个比方 那我们比较大力鼓碎建议的 刚刚讲的完整治疗 如果双向症 像刚刚说讲到的 那四大金刚 就是绿弹瓶 用美沙芬 美金刚 德巴金 这四种药 即兴其治疗完了 那到那个绿弹瓶制造欺骗以后 过了六个月 它可以慢慢降下来 那我们最后是希望 最理想的状况是 这四种药还是留着 比如像用美沙芬 美金刚 德巴金 跟绿弹瓶 其中绿弹瓶维持最低的剂量 50毫克 这样终身的服药 至少有两大意义 第一个就是 能够保证 他的情绪一直平平稳稳的 不会暴起暴落 那另外第二个好处 就是能够让他的认知功能 持续的恢复 比如像记忆力 注意力 学习力 都会越来越好 那么这个家长 那特别提到 孩子14岁 14岁这么小的年龄 其实我们将心比心 这么小的年龄 你让他就是要终身服药 对家长 对巴黄阿拉来讲 心里面是有一个疙瘩 会觉得有点痛苦 这个孩子本身 可能也会觉得很受不了 年纪轻轻的 在14岁这么小的小孩 终身服药到80岁 90岁 100岁 那不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情吗 在那建议大家 先不用考虑到 那么久以后会痛苦的事情 我们就头过身就过 先把目前眼前的问题解决好 那我遇到这个问题 常常会天马行空的 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有一个 常常会有一个 非常神奇的幻想 这个幻想是想说 我们将来再过几年以后 一定会发明有一种药出来 这种药发明出来以后 可以把这个 那个双向症 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根治 根治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可能有一种药 不管是蒸汽打进去 或是吃下去 吃了那药或打那个蒸汽以后 你这一辈子就双向症 完全好了 半颗药都不用吃 将来一定绝对会遇到 这种情况 好 那为什么到底这个 无名传医师 会有这么神奇的这个幻想 很简单 这是其来有事 并不是天马行空 因为先前 大家都有听过 我们有发明一种长效针 那长效针 这一针打下去 就保他一个月平安 就一个月打一次 那个长效针 价格有点贵 但打下去以后 万一他懒惰 这一个月不想吃药 他好歹身体里面 有这个蒸汽的存在 甚至于更恐怖的事情 是好多年前 就已经发明了 这一针打下去 竟然可以维持三个月 然后三个月打一针就行了 那么这三个月以后 他耍赖不适合 没关系 你不适合没关系 你身体里面这三个月 都有这个药的成本在 好 那我们就依据这个 在天马行空去想 连三个月的维持 这个药都能够发明出来 那我们当然合理的怀疑 在过若干年 有一种增速病打进去以后 保你一年平安 一年都不用吃半盒药 好 那我们这个想象力 可以再更丰富一点 想 会不会又过没多久 发明有一种药 一针打下去 你五年十年不用吃药 那都有可能 所以表面上 头过身就过 先把眼前的 难关先度过以后 那不用担心说 将来是真的会吃到 八十岁九十岁吗 其实真的不一定 好 下一个问题 双向病人长大后 可以结婚吗 生的宝宝会有理想吗 好 双向症呢 这个长大后 是不是可以结婚 那以前早期啊 就这个医药科系 并不是很进步的时候 这个问题 大家都有点 振振掩掩的 觉得啊 医生开口 详细跟病人谈 好像很难以启齿 可是现在已经 这么文明开明的 世界里头 医药科系都这么进步 我们就可以直接讲 这绝对 当然是可以结婚啊 而且我们把那个 放在更高一个 道德的制高点来讲 没有 没有人 敢去 去要求说 你有精神科的疾病啊 所以我觉得你不应该结婚 不应该生小孩 不准 如果有人敢这样子的话 会被道德制高点 会骂到死为止 所以要结婚 要生小孩都行 但是啊 稍微的冷静的考虑一下 你要确保 你的病情都平平稳稳的 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 你没有好好地吃药 那你情绪一直都不断地在波动 你可能连照顾自己都出问题了 所以将来你有了孩子以后 那你们夫妻双方 照顾这个孩子都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这并不是单纯的 那个医疗上药物 或你病情的状况 而是你有没有能力 去照顾这个小孩 你只要确定自己将来 好好的吃药 那情绪都平平稳稳的 那那个生活方面 你生活功能 社会功能都很好等等 照顾孩子不会有问题 当然可以怀孕 可以生小孩 我们更细心地讲一下 对于男生来讲 吃药是不会影响孩子 但对于女生来讲 怀孕期间呢 有一些药物就要调整一下 那我们讲更细的专业 简单说起来就是 这几个药物里面 就唯独是德巴金 它一定确定是 对于孩子可能会造成畸形 所以在怀孕期间的话 是不准吃德巴金 那我们通常把德巴金要调整 通常会改成四位康 因为四位康对太后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就 像刚刚所提到 整侠孟洛华 他就是在陆教授的 这个调整之下 德巴金把他改掉 改成了是四位康 所以维持整个怀孕过程 情绪非常平稳 平平万万的 那生下一个 很健康的小宝宝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所以当然可以结婚 可以怀孕 可以生小孩 只是要跟医生 详细讨论 一切要注意的事情 下一个问题 请问红外脑成像 是可以确诊焦虑吗 是不是这个很准 这个不准 红外线脑成像的话 他没办法确诊焦虑 也就是说 他的诊断效度 还没有被确立 所以那个只是当参考 最主要还是刚刚所讲的 要经过医生的临床判断 因为我们在诊断的标准里面 像先前所讲的 DSM的系统里面 他都有交预症的 各种的诊断的条纹 所以都还是要用医生 来用临床经验来判断 那至于其他的 不管是红外线的脑成像 或者是刚刚讲到过的 各种心理测验 量表等等 那全部都是当做参考 好 下一个问题 好妈妈形象 如果如何重新建立 您有什么建议呢 好妈妈形象 如何重新建立 刚刚有花了很多的时间 送给大家 五个那个清科玉律 这五个清科玉律 好妈妈形象 如何重新建立 刚刚那五个 那个清科玉律里面 如果你觉得 那个是太复杂 或者假设 听了以后 觉得那五点 好像太多了 那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建议大家 那要当一个好妈妈 你先从一个 最简单 最基本的事情 开始做系 就刚刚那几个 清科玉律里面的第二点 也就是说 你做什么事情 比说什么话 还要重要 其他几点 你完全都不要管 只管这一点就可以了 我用另外一句话来形容 就叫做 你就多做事情 少说话 这道理就这么简单 你话越少越好 再强调一次 不然要当好爸爸 好妈妈 你话越少 就越强而有力 就是越powerful 所以你只要讲话非常少 那是成功了 下一个问题 我女儿已经可以去上学一年了 但每天晚上只吃一顿饭 自己在一个屋里 我爱人在吃的方面 完全听孩子的 算是过度照顾吗 那这其实 我们就以这个知识片语来讲 我们还是认为说 这是过度的照顾 那打个比方 在那个 那你给你爱人 在吃的方面 完全听孩子的 这表面上 看起来好像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但尊重的过程里面 还是有一个度 那你要那个 等于是 不只要完全听孩子的 以吃这个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互相的商量跟讨论 因为如果说在家里面 这个吃的方面 完全都听孩子的 那么他可能会养成一个 不太好的习惯 他的人格特质 可能到外面去 他也会 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认为是过度照顾 这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好 下一个问题 胡教授请问 怎样判断是不是误诊 怎样判断是不是误诊 那这个 因为这样的问题 还是有一点笼统 但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 怎样判断是不是误诊 那我们最常用的方式 最主要是 路遥知马力 世久见人心 打个比方来讲 就要经过时间的验证 就有比较长的时间 看看你用某一个 这个诊断以后 那接着治疗 那时间久了以后 看看他效果怎么样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考虑 有误诊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来讲 因为我们常常会误诊的 是这个 抑郁症跟双向 那以这个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相当棒的例子 假设这个病人本身 他是双向症 他本身虽然是双向症 但是我们误诊 我们误以为他是抑郁 那我们误诊 以为他是单纯的抑郁症 抑郁症的治疗 当然很简单 就是给他吃抗抑郁的药 那吃一点点剂量不够 就加剂量 那再经过比较久的时间 看看会有什么后果发生 那如果说他本身是双向症 但你误诊了 把他当作是抑郁症来治疗 那过一段时间 反正夜路走多一定会遇到鬼 他有可能很快就会 变成情绪极不稳定 也就是所谓的躁狂的发作 所以如果误诊的话 那经过药物的治疗 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后果就会出来 到时候就可以判断 他是不是误诊 下一个问题 请问胡教授双向会引发其他并发症吗 双向会引发其他并发症 因为现在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 它是指哪一方面的并发症 但是我们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 我们分成两大部分来看 第一个是精神科疾病 或情绪疾病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内外科的部分 我们分这两个部分来讨论 双向会不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 那以情绪的问题来讲 那我们抱歉在这边 我要把这句话 叫有一个词稍微的改一下 我们先不讲并发症 我们先讲共病 因为在我们精神科专业的 那个说法 这个共病就是comorbidity 也就是说 他同时合并 除了这个双向症以外 可能会合并其他的 精神科的疾病诊断 其实这的确是非常常见 打个比方 像双向症的病人 他最常合并可能 合并的一些精神科的问题 或所谓的共病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药癮 也就是说 那个酒瘾 或是这个药癮 例如像吸毒 或是说酗酒等等 这共病的机会是很大 这关于精神科类的 这个共病 或在这边所称为的病发症 那另外第二大部分是 会不会有一些 合并一些内外科的疾病 这也会 像双向症的话 他会比较容易得到一些 其他内科的问题是比较多 其中最常见的是像肥胖 或高血压糖尿病 就也有一些研究证实说 会得到这些内科疾病的机会 比一般正常人的机会会高一些 那另外 更常见的就是 没有什么确定的内外科的疾病诊断 但是一些身体的不舒服 一些躯体的症状 那双向症它经常会引起一些躯体的 一些症状不舒服 尤其我们中国人 那因为社会文化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得到一些情绪障碍 不管是双向或是抑郁症 会经常合并躯体的症状 例如在情绪波动的时候 可能会头痛 头晕 胸口始终觉得闷闷的 那肚子怪怪的不舒服 那去做各式各样的检查 完全都是正常 找不出精确的内科外科的疾病 这是因为情绪障碍所引起的躯体症状 那等到这个情绪障碍治疗好了以后 这些躯体症状完全都不要而喻 这就是所谓双向症 会不会引起的并发症 好 下一个问题 焦虑症康复之后 还能重返之前压力较大的工作岗位吗 这个就比较复杂 这当然不一定 因为要看看他的这个康复以后 他压力较大的工作岗位 就要看看他自己本身的 最主要的关键是挫折忍受度 好 那焦虑症康复以后 要看他挫折忍受度有没有恢复 那就要去仔细地分析一下 那如果挫折忍受度 能够恢复得很好 那当然是他去做一些压力 比较大的工作 那是OK的 是可以 下一个问题 请问胡老师 如果是因为心里有疙瘩 比如教育学校里的伤害 罢了老师的不公平对待 请问除了服药 心理咨询作用有多重要呢 我本人就是德巴金和蛇取林服用 但是还是忘不掉心理的疙瘩 每天花费时间内耗 药物有缓解 但是没有彻底消除作用 怎么办呢 好 那像这个部分 除了药物的话 那心理咨询作用 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样听起来 这边心理的疙瘩 就是在教育里面的 那个伤害霸凌 老师的不公平对待 那在这边这个是 这位那个家人 他写的是蛮明显的 这样看起来应该是 他的学校里面 可能是受到了 其他同学的欺负霸凌 让老师对他不公平 那这个除了药物 除了吃药以外 那当然心理治疗是很重要的 我打个比方 那如果说假设 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 被同学霸凌 那他心里面假设很痛苦 那不会说 因为他吃了一个药以后 他单纯靠着吃药 那他这个同学 对他的霸凌就完全好了 就心里面完全都舒坦了 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效果 就当然要伴随着心理治疗 那心理治疗的话 那这边提醒几个重点 在心理治疗的话 那最主要的方向 就刚刚所讲的 要用那个认知行为治疗 来当做首选 那另外第二个重点 就是时间可能要久一点 那至少三个月到半年 才可能会发起效果 所以要有这个耐心 那另外一个 一个秘诀跟重点 有很多的方向可以考虑 打个比方 你找这个 我们不管称之为 这个心理师 或是心理医师 或辅导老师 那可能要优先考虑 从学校找 这样当然有好处 也有坏处 很多人会想到 优先考虑到坏处 在学校找辅导老师 那学校会不会 学校的辅导老师 跟那些很凶的老师 会一丘之和 会互相的 那个结成一党 结成一国 那没有办法解决心理的问题 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因为在学校里面 发生的那个霸凌 跟学校老师的不公平待遇 你找学校的辅导老师 来处理 他们比较知道 这个学校的文化 他比较能够接地气 所以是建议说 方向的话是可以考虑 先问问看 学校的辅导老师 是否有办法处理 好 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容易抑郁症呢 60年代出生的很少 还是意志力问题吗 好 这从好早以前 就有很多人会 问类似的问题 不只是问说 现在孩子为什么容易抑郁 大家都有听过一个说法 大家好像非常耳熟能强 在所有的包装杂志 或科普文章里面 一直在强调说 现在什么工业化 商业化的社会 越来越忙碌 所以因为这个工业化 商业化的社会 越来越明显 大家脚步越来越快 所以大家容易 特别容易得到 精神科的疾病 像抑郁症 躁郁症等等 其实长期以来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宁可相信 好像这是一个 统计上的误差或偏差 我打个比方 这最主要关键 很可能是因为 以前早期也有抑郁症 也有双向 也有精神分裂 都有这种疾病 可是问题 当时因为医疗不进步 而且明智未开 很多人是躲在家里 并没有跑出来 接受治疗 所以我们通常是 比较不考虑说 那什么 现在的孩子 好像是意志力 比较薄弱 不知道中国大陆这边 有没有一个行动词 叫草莓族 在我们台湾省 就把比较 晚出生的孩子 我们称为草莓族 因为草莓是很脆弱的 稍微一碰到 它就破皮 那从小到大 这个草莓都在 温室里面发育 所以我们通常都 统称这些孩子 要草莓族 但是我们是 比较不考虑这一点 还是刚刚所讲的 那个道理 因为明智未开 以前的人 一定是有很多 精神科的疾病 以前听过一种说法 不知道对不对 听说好像是 文革以前 好像大家不承认 有精神病这种东西 文革以后 医疗越来越发达以后 才会有精神科的疾病 好 下一个问题 抑郁症和焦虑症会遗传吗 抑郁症是基因问题导致的 还是从小生长的环境造成的 那抑郁症跟焦虑症 那都是会遗传 跟基因一定是有关系 那抑郁症跟焦虑症都一样 像刚刚所提到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刚在稍早之前有提到 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疾病 它一定是三大类的因素 碰在一起造成的 再很快复习一下 第一大类就是 生物生理的因素 就是遗传还有体质 还有你头脑里面的 神经地质乱掉 这第一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的因素是 个性 人格特质等等 那第三部分就是 社会环境的压力 这三大类的因素 强奔在一起 好 那这位家人问说 那个抑郁症是基因问题导致的 还是从小生长的环境造成的 就刚刚所讲的三大因素 它的配比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这三大因素其实都有 只是看每一个人 它的配比不一样 假设有个病人叫A病人 他发病以后 这三大类的因素都有 但可能是假设 A病人他得到这个病了 他可能基因问题 他占了50% 可能心理因素占30% 然后压力因素可能占20% 就是这个配比不一样 好 下一个问题 请教授讲解一下 碳酸女和德巴珍 哪个对认知改善好 哪个对认知改善好 这比以前传统来讲 就觉得这两样单纯都只是 看他对于稳定情绪 大家都关注都着重于 这两个对于稳定情绪的效果 都差不多 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早期是比较关注他的副作用 好像碳酸女的副作用比较大 德巴珍的副作用比较小 这是以前古早的观念 但最近这几年 大家比较关注 如果我们的重点 不放在副作用 不放在他稳定情绪 我们完全是看 对于认知改善的好不好 那肯定是德巴珍 比碳酸女好很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医院 优先考虑用德巴珍 除非病人对德巴珍过敏 要不然我们一律不用碳酸女 因为德巴珍他改善认知的 那个效果 远远的超过碳酸女 好 现在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还有问题 可以再发在弹幕里面 下一个问题是 老师抑郁教育吃药半年多 还是感觉不是很好 什么原因 医生是很经常调药的 好 那抑郁症 教育症吃半年药还是感觉不太好 是什么原因 好 那我们可能考虑的几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就是 那个我们还是要怀疑 如果吃药吃了这么久 还不好 可能要考虑诊断会不会有问题 我打个比方 我们会这样怀疑真的起来有事 因为现在的医疗科技 医药方面真的进步得太厉害太恐怖了 那些药物的治疗效果真的非常好 可是既然你吃这个药还是不好 那所以当然我们很有合理的这个理由怀疑 可能会不会是诊断有错误 有可能你本质上并不是那个抑郁合并焦虑 你可能是双向 因为很多时候双向 它看起来造狂发作的时候 造狂不是顶严重 很多人就误会以为那个造狂把它看成是焦虑 所以很多人诊断成那个抑郁加焦虑 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考虑 会不会是诊断错误 好 那如果到最后我们终究发现 不是诊断错误 那另外第二个可能的因素 就是大概你家庭环境 还有一些压力没有办法处理 就你心里面有一些砍过不去 因为我们那个这么多年的经验发现说 抑郁症 如果说我们先不管 那个头脑里面的神经地质 不管遗传 我们只管外在环境的压力 我们就发现说抑郁症 最常见的压力的来源 通常是人际关系 所以抑郁症的病人 为什么要做心理治疗 要以人际关系心理治疗为主 就是因为抑郁症的发作 跟人际关系有密切的相关性 而且我们再细去分 如果是已经离婚的人来讲 那抑郁症 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是来自于夫妻双方 所以第二个原因造成你 那个好不起来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生活的压力 还没有解决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